好,這題怎麼解? 應該有些童人解出來 這個直升機從天空中發出一道聲波往下走 所以聲音會往下傳 然後再怎麼樣? 再往回傳 所以來回是2 所以兩倍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怎麼樣? 先把 時間算出來 對 時間其實只花一半對不對? 如果你要算距離其實是用一半的時間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首先是升波往下走的時間 升波往下走就是高的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是聲音先從 先往 往下 從空氣中往下 那它的距離它走了多久? 1點6 1點5 往下走就是走了 我們先這樣子走 就是90公尺嘛對不對? 除以什麼? 300 300 距離除以速度等於時間 對 所以這是往下的時間 好,這個時間呢 再加上 在水中的時間 對不對? 聲音從水面往下走呢 距離是,假設是S 那它的距離就是S除以 它的時間就是S除以什麼呢? 這時候是1500 每秒一分快 好,這兩個時間加起來應該會等於什麼呢? 等於幾秒 這個90除以300是 這個是指空氣中的速度 空氣中的時間對不對? 聲音在空氣傳播的時間 空氣傳播的時間 那這個S是我的位置數S 這是我要求的位置數 就是潛艇距離海邊下S公尺 那S除以1500 就是距離 距離除以 所以速度會得到時間對不對? 會得到時間 好,所以空氣傳播的時間呢? 加上這個是水面下傳播時間對不對? 水下傳播的時間 1500是水的速度嗎? 好,這兩個時間相加應該會等於幾秒 他說1.2秒收到回升對不對? 所以來回是1.2秒 那我這個是單層的 所以應該把1.2除以什麼? 3.2才是單層的 我現在用一半來算就好對不對? 下去0.6秒 下去0.6秒 上來也怎麼樣? 0.6秒 所以這個等式可以成立對不對? 就是空氣往下走的時間 再加上水往下傳播的時間 這兩個加起來應該是一半的時間 就是0.6秒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截這個S嘛對不對? 這個呢可以 可以做一些通分嘛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個約分 這個是 用30約的話就是 10分之3 對不對? 10分之3 就0.3秒對不對? 好,所以呢就是 這邊是0.3秒 再加上1500分之S 會等於0.6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呢 減掉 左右同減0.3 所以0.3等於 1500分之S 好 這個解題的方式 隨便你喔 我們自己把S解出來 那S會等多少呢? 40 對 欸 450 好 450 這樣可以嗎? 這個等式去減S 應該沒問題啦 齁 我們再把它 回覆整個結構 好,這樣呢 去解比就可以 這個其實可以通分 你可以用通分的東西齁 好,這樣沒問題 好,所以這就是 450公尺 可以嗎? 這個會不會解? 這是0.3嘛對不對? 0.3跟0.6相減 剩下0.3 然後把1500分之1.3 對得到S 所以就是450公尺 好 這個 比較簡單一點齁 接下來最難的一題齁 就是 立體6 好 那你們先算立體6 幫我測一下